孩子們伴隨著音樂帶來歌舞表演 活潑童趣的模樣 逗得社區長輩笑開懷 支持在三明區保國裡的長照據點 結合光武幼兒園的老幼童樂活動 讓孩子們藉由與長輩互動 學習敬老態度 現場氣氛 溫馨歡樂 讓園長說小朋友 小朋友要來這邊 跟你們阿公阿嬤這樣互動 他們都很高興 他今天都特別要來 很多長輩都沒有跟孫子孫女住在一起 所以趁這個機會 讓孩子也可以用同理 關懷長輩的方式 然後去進行這樣的課程 孩子們也透過歌曲的帶動 幫長輩按按摩 錘錘背 這樣的彼此互動 讓社區的爺爺奶奶們大呼 真的開心又感動 現在的社會多聞小家庭居多 這些長輩們也比較少有與小朋友互動的機會 透過這次的合作與幼兒園的孩子們互動 不僅讓孩子們學習敬老的態度 也讓社區的長輩們感受到孩子的活潑